我是张靖浩 我昨天有点 就是我嗓子有两个问题 然后今天不然 如果 声音 大家要吓 OK 然后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安全实践策略 我是张靖浩 这个 PVT 帮我喊一下 帮我喊一下 好的 那我就先做下自我介绍 我是张靖浩 现在是阿华切NXX 项目的PMC 也是古文零英格斯NXX项目的 同时我也是微软的MVP 就是微软的最佳价值专家 然后呢我也是维护了一个K8S生态初报 这个K8S生态初报呢 每周会分享一些我所关注的 我人会值得注意的 在K8S生态当中的一些内容 OK 然后呢 这个K8S生态初报到目前为止的话 已经写了四年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五年了 我想在场的如果 关注K8S生态的交伙伴 应该过多或少的应该有看到过 罗写的文章 或者看到过K8S生态初报这个标题 OK 后面的话是我的公众号 和我的Github的地址 大家如果有兴趣跟跟我联系的话 可以通过公众号 或者通过Github 或者以往我们建议 进行交流 好的OK 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今天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分享这个内容呢 其实都源于一句话 就是大多数的Kubernetes集群 它都是不安全的 其实我想要在聊这个问题之前 想要问一下在场的小伙伴 有多少人大家有自己搭建过K8S集群 然后或者说自己有去管理过K8S集群 可以示意一下 其实还有很多的 然后大多数的交伙伴都有自己 K8S集群 所以大多数的K8S集群 默认都是不安全的 这句话呢 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费时费力的 然后我们搭建了K8S集群 然后代表我们包建议 它是不安全的 它可能有一些安全的影响 然后有可能我们还需要对它去进行一些加工 好的 OK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几个包裹 一个是Armo Armo是一个国外的一个云厂商 然后这个厂商的话呢 它其实是专门去做K8S安全相关的一个厂商 而这个厂商它有一个客人项目叫Kube Escape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 现在也是一个CS开出复发领项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在2020年 就是2020年到2023年的这个安全报告 其实它看到了就是右侧的那个部分 是它对于很多的用户 然后它的很多的客户 然后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之后呢发现大多数的人 其实都会面临着一些安全的问题 包括其中最主要的或者说大家最为痛的第一 其实在于说当我去做K8S安全的时候 我发现在K8S安全的这个大的体系下面 我发现我有太多的报警需要去处理 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无论说对于安全而言 还是说对于大家的这种集群的运维 或者说在大家入署应用到K8S训练中的时候 大家都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的安全的这个报警 或者说包括你的这个应用本身的一些报警过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认为这个报警过多意味着很少的人会关注 然后并且呢大家的经历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太多的报警就导致一些重要的信息被淹没 而这种常理下面是最为可怕的 因为在这么一大堆的报警当中 你会发现其中可能有一条两条 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关注不到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去做这个K8S安全的时候 其实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报警 让它更加的有效 然后把这个报警的力降低的越小其实越狠 除去这些以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人所担心的点 或者说他们的痛点在中 比如说有一些错误的配置啊 然后还有比如说一些资源的泄漏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对这些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的这个阿姆的这个官网上面去拿到这个 包括在安心上可以看一下 然后除去这个阿姆的这个报告以外呢 另外一个是红帽的报告 红帽在2020年的这个安全报告当中 其实也有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地址去拿到 包括在这边再说一下 在红帽的这个安全报告当中呢 其实他发现错误的配置 然后呢或者说意外的一些非预期的一些场景 其实是占的品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那此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安全漏洞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安全漏洞和这个攻击 然后他们的这些产品 其实大家一般情况下大家认为说 我们去做安全 我们可能需要去防止漏洞 我们需要去防止别人的攻击 但实际上我们去看它的这个产品 你会发现其实错误配置 占的这个比例它会更高 而且它还会更加的突出 所以如何能够把这个K8S集群 配置的更加安全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也是我今天想到为大家分享的内容 而且对K8S集群的这个配置 把它做得更为安全 这些今天听完之后 大家的每个小伙伴应该都可以去自己的这个集群当中去检查一下 或者说直接去利用一下 好的 那么这边其实有一张图 就是K8S的那个榨核图 我不知道我后来打出之后 我们的那张图丢了 大家可以脑捕一下 K8S的榨核图 大家应该想到都比较了解 K8S自己的官网上 比如说 在K8S集群当中 也有这个APSO 有Control Manager 有这个Scality 还有这个ETCD 这些组件其实都非常的浓 而且大家应该是接触到了比较多 而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的组件就是ETCD 存储在K8S集群集群当中 几乎全部的数据 为什么说它是存储了几乎全部的数据呢 因为还有一部分数据它其实并不在ETCD里面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CMI的一些配置 然后它其实并不在ETCD里面 又是息息相关的 OK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K8S集群自身当中 就是K8S集群当中存储的这些数据当中 其实我们在K8S集群当中想要去存储的数据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我们可以用ConfigMap 然后但是ConfigMap 大家通常情况下是去存储一些配置 所以这一些配置 然后呢 比如说通过NBA的方式把它包吹出来 然后或者说把它挂起一个文件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做法 另外一种资源就是Secret 大家也会把自己的一些密谣信息 存储到这个Secret的当中 但是所谓的这个Secret 虽然它名字叫做Secret 但是它其实不安全 为什么呢 因为Secret它只是去做一个Base64的加密 能叫做Base64的加密 叫做Base64的编码 Base64大家想低头知道吗 就是你在编码之后 你可以为它去做反编码 Decode一下 其实就可以拿到这个信息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有些人看到K8S这个Secret 他知道它是Base64的编码 所以它可以很简单地给你Decode一下 但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场地上 这个Secret可能是有效果的 但是如果说你遇到的一些想要去问你的精力信息的人 大多数人应该会做一些功课 所以这个Secret很容易会被人玩到 那么除去说这个Secret 它是一个Base64的一个编码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ETCD当中所存储的这些数据 它们其实是明文存储的 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人 他拿到了这个ETCD的链接的这个权限 或者说他可以等不到你这个控制面 可能那一段 然后呢那么他都可以去访问到你这个ETCD 并且从你的这个ETCD当中去拿到所有的存储的 无论是你用这个Tonic Map 还是你用这个Secret 甚至还有一些人可能一些配置 可能写在这个pondation当中 其实都会被人直接去看到 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 就是这个ETCD所存在这个问题的话呢 它其实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数据的迷迷速度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点 另外一个点就是 ETCD的这个权限是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 关于这两点呢 我们分别来进行一下介绍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ETCD当中的这个明文存储的这个情况 对于ETCD的这个明文存储 其实我们有一些解决的办法 首先第一点就是 在QS集讯当中其实提供了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就叫做数据的加址 然后它这个是在后端去进行数据加密 这个特性的话呢 需要ETCD的3.0以上的这个版本 同时也是需要QS1.13以上的版本 这个版本的话呢 大概应该是在2019年的年初的第一个版本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在2019年Q2或者Q3开始部署的QS集讯的话 那么恭喜你已经可以用这个特性了 如果是在此之前的版本的话呢 大家需要去检查一下 你可以去做一下升级 那么对于这个ETCD开启这个数据加密的这种特性 除去简单的1.13版本 加入ETCD的这个3.0版本之外呢 然后其实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新的一些future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在QS1.86的这个版本以上 其实我们可以去对我们的一些CRD去进行加密 然后对我们最新的版本就是今年的第一个版本1.27 也就是11号 11号刚发布的那个版本 然后呢 你可以使用通配服去进行加密 像现在我们想要去加密的时候 你需要去有配置 就比如说我对secret去进行加密 我对这个可恶格买客去进行加密 然后或者比如说我对这个egress资源去进行加密 等等的 你需要单个资源去进行加密 但是在1.27的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通配服 就加一个新号 然后对所有的直接进行加密 OK 然后呢 这个配置其实也比较简单 然后呢 这个 试试效果有点问题 大家大概 OK 右边的话呢 是一个简单的实力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在这边对他们做一些介绍 然后呢 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启用这个配置的话 大家需要去开启一个 和加密配置 和几个加密配置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面这个resources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配置你的具体的一些资源 然后就比如说 你可以对他的secret 对他的commit map 然后呢 还有去对你的一些 另一面的资源去进行加密 然后呢 其中这些资源 下面有一个provider 然后在这个provider当中呢 就是这些 对应的 你想要去加密的一些密钥 对 就是一些密钥 然后呢 还有甚至可以去对 对一个event 去加密 但是在这个event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的event当中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机密信息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配置一个provider 然后这个provider的话 可以直接配置一个空 配置一个空 表示不加密 对 表示不加密 然后呢 那此外 就这样我们刚才提到的 你可以在1.27的版本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从内部 然后比如说 新典PPS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其实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资源 然后呢 你可以对所有的这些资源 进行加密 好的 OK 这是他的一些配置 然后呢 大家 如果这个核心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直接在 自己的这个地区 当中去试验一下 并且 这个 大家直接在PPS的官方文 当中去搜索这个核心 情况起来都可以看到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核心文 然后我们在这边 就再去 呃 介绍他的一个文件的过程 我在这里 简单的对这个 他的这个加密的过程 呃 简单做一下介绍 就是 呃 我们在使用 ETCD在后端去进加密 这个特性的时候呢 我们在使用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 和原先的使用过程是 一模一样的 你并不需要去关心 嗯 到底用什么样的算法去进加密 还是正常去使用 呃 这些事情 呃 这个APS server 会帮我们肯定 然后其中 呃 其中 第一个就是这个 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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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进行加密 但是呃 大家会发现 呃 就是他会有一些加密的强度 加密的速度 不好意思 呃 会有一些对于加密的强度 还有对于加密的一些速度的一些区分 呃 呃 像前面 比如说 第二种 它非常的快 然后呢 它的加密之后呢 是32位 呃 就可能会被爆破 嗯 也就是说 呃 我们还可以用到一些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 下面的这个KMS的V1和KMS的V2 现在比较推荐的话 都是去 升到这个KMS的V2 然后而这个KMS的V2的话呢 它一方面它的这个加密强度非常的高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所以 比如说 呃 我现在创建了一个secret 呃 我现在创建了一个secret 然后但是呢 这个secret当中能有比较多 如果 它的这个加密的速度比较慢的话 那可能有可能需要去等待一些事情 呃 有一些意外的情况 意外的情况 就是说 呃 耗熟特别长了 然后导致你的这个Client和你的这个PSO 出现了断 断断的这种情况 虽然你的这个数据洗进去了 但是你在中文官下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爆破 类似这种反应 呃 所以的话呢 通常建议大家 去选择一个呃 呃 强度稍微比较强的 然后并且速度 不快一些的 这样子我们在呃 呃 用测试一个无感知力的状态 并且还可以达到呢 对于能够加密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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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加密当中的话呢 存在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 第一个就是加密的类型 呃 多种模样 但是呢 有一些是不推荐的 然后呢 就比如说它的一个加密强度 比较低的这些 其实我们呢 还是很推荐的 然后呢 还有呢就是加密使用的这个key 如果你去操作一遍的话 呃 当然我在这里直接说几遍啊 呃 呃 在这些加密所使用的这个key 就是 你如果想要去对它解密的时候 你需要用到这个key 但这个key呢 实际上是都会放在你这个可乘法案中的 并且它是明文全处 这是一个呃 非常呃 痛的一个例 啊就是 虽然呃 你 选择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加密算 然后呢 但是 呃你发现你的这个 这个密钥其实就在你这个服务器上面的服务 或者说的攻击者 它拿到了你这个control part 这个呃 登陆权限 然后它实际上可以直接从你这个可乘件当中 拿到你这个key 然后并且 因为你的这个 配置的技能当中 就像一个呃 呃 呃 做的那个示意 然后呃 呃 配置也是明文的 所以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去给你 呃 给你紧密一下 然后拿到你原始的这个信息 那么多 其实做了一个不用工 对吧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呃 我们通常建议的情况是 大家可以把这些呃 加密的这些可以然后去做一些轮转 就跟我们的证书其实比较相似 对吧 为什么我们证书需要呃 就像kyns去训章中 为什么默认是一年要需要去募转 呃 呃 其实就是担心说你的证书可能存在邪漏的情况 而如果存在邪漏 所以我们能不能弄啊 呃 攻击者持续去不停的去进行报夺 呃 有可能在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 OK 然后呢 爆破成功了 然后能不能吧 拿到一个 呃 对你进行的这个攻击 然后 所以呃 我们通常也建议去 对这个加密的一个key去进行轮转 但是 目前kyns当中的这个key 是需要手动的去进行操作的 这也是一个普通的 呃 OK 然后呢 此外呢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etcd当中的数据是进行 呃 比如说呃 我们可以这etcd放在pns集群外的 啊 至于这个APSO去进行访问 呃 这是一些感到常见的说法 这样可以 这比如说像这个etcd的服务 然后我们一定要去避免 当未发服务器上面去进行操作 呃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呃 这个策略对于我们 无论是对于etc所在的服务器 还是对于我们的控制面服务器 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呃 呃 呃 然后呢 我们另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etcd当中的这个数据 呃 安全的一个问题一关 然后呢 我们来聊第二个呢 就是来谈我们的pns 呃 呃 在KPns集群当中提供了一个呃 呃 呃 就是我们的这个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可以去控制哪些应用 可以去访问哪些服务 哪些服务可以被其他的应用总分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流量的呃 呃 出口出口不能向他的一些配置呃 呃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来网络去进行控制 但是需要注意一个点 就并不是所有的这些cd 呃 呃 呃 刚刚推广的那些年呃 呃 就一四一五年 然后那个时候呃 大家用到的cd 不够多的 比如说像 Flando 卡里格 但是其中呢 就是说这个Flando 他并不支持呃 呃 呃 直到目前他也不支持 然后呃 看起来呃 也不打算支持 因为呃 他的社区 呃 他的背后是goes 然后goes 已经 呃 嗯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去启用这个 那些Oboris 的话 那么需要去注意一下 呃 如果原生的这个Oboris 以外 其实他还支持 C6自己的 自己所配置的 就是C6的Oboris 然后他可以提供一个更强的配置 右侧的那张图呢 是呃 C6提供了一个Oboris 一个Editor 可以 如果你对 呃这个Oboris 本身不太了解 或者说你想通过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去进行配置的话 你可以通过那个 考试化的界面去进行配置 嗯 OK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 但是这里有个点 就是 除去配置这个来的Oboris 它是一个手段以外 我们需要增加对管的Oboris 之后 呃 是和 就比如说 在每次更改来的Oboris 的时候 应该把它 比如说放进你的这个 呃 通过 呃 通过你的这个Git 仓库的 这个Oboris 或者 Multi Request 之类的这种方式 然后去进行一些审核 并说 出现一些 错误配置 呃 当然这个 这也就 呼应了我们一开始 提到 关于这个错误配置 这个问题 如果说 应该出现了错误配置 就是 要么是这个 访问的 范围变大 要么就是 有一些 呃 应该能够访问的这些应用 无法进行访问 那么对 那这些应用 就会造成影响 对 然后呢其次呢 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 RBAC的这个策略 对于RBAC这个策略 其实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理由说 我们的这个 KMAS 当中的 这些POD 它实际上 在启动这个POD之后 它默然的情况下 会把你的这个POD 这个Service Account 给它 挂进去 所以 如果你 启动了一个POD 你再看这个 81 Secrets COVID-AO Secrets 和 Service Account 下面有一个POD 这个地方 是存在它 当前POD当中的 这个 这个 Service Account 都很值得 并且在KPS 集群的默认情况下 这个APS Core 你可以通过 Coinase.default.gbc 等等 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访问到它 所有的NameSpace 当中 它都是可以直接访问 也就是说 假如 上面的这个 倒开 它的权力比较大 那么 你其实可以直接 直接通过API的 基本方式去 连到这个API搜尾 然后进行一些 相关的一些操作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 而这种场景呢 其实比较 也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 现在大家会 部署很多的一些组件 而这些组件 可能并不是 KPSO方的 可能是一些第三方的 或者说 大家自己开发的一些组件 这些 controller 或者operator 那么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些场景下面 RBSD配置过后的 一种情况 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 你可以去 去 尝试一下 其他的一些组件 然后呢 现在的一些 项目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用它的这个作本质 去访问一下这个影片 所以 有可能你会发现 一些惊喜 对 对 那么 应对这个 RBSD这种场景 RBSD配置过后的这种场景 远离一些的办法 然后 比如说 我们去增加审计 审计 审计的这个功能呢 实际上是 KPSO自身提供的 但是很多 但是目前的情况下 是不启动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 建议一下配置 然后呢 右侧的话 是 是 一条 审计日志的实力 但是你看到 在这个审计日志的 这个实力当中 它可以去 直接提供给我们的是 哪个 从哪个 从哪个 从哪个Namespace下面的 哪个POD 然后呢 它使用了 哪个ServiceAccount 进行的 一些实际上的操作 然后呢 而且 这个 这个 对于这一次请求 它的结果 它到底是允许进行操作 还是不允计它 然后这个过程 它倒是可以直接去 呃 展示出来 而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我们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对这个审计日志 去进行一些采集 然后去进行一些分析 嗯 嗯 嗯 同时 除去采集 分析以外 我们需要去 增加一个 嗯 报警 就比如说 如果我们发现 在我们的这个审计日当中 出现了一些403的情况 出现一些403的情况 出现一些403的情况 还有出现一些401的情况 这个时候大家是需要关注 403的情况表示有一些 嗯 有一些请求 它是使用了一个 非预期的 对吧 因为它是呃 缺陷部署嘛 403和B的 然后它有一些401就是 它的这个未认证 然后这两点是大家需要 额外去关注的 或者说比较需要 这种重要的缺陷阱 因为正常情况下 如果配置是正确的话 那么你的应用 应该都可以正常的去 访问到这种APS4 当出现不同方式 什么意味着 你需要去关注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有人 当然到这个后度上面 尝试 这个POD当中的一些 的密要去访问的 这个APS4 还是说出现了一些 错误配置的一些情况 OK 呃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资源的情况 其实对于很多的 这个KLIS机群 无论说大家是自己 去配置一个机群 还是说大家去 使用一些公园的机群 这个超卖的这个情况 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 超卖的情况 产生超卖之后呢 你会发现 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的 呃应用可能会超越 如果出现这种ORM 也有可能的这个应用 会被驱逐 如果出现ORM 或者说被驱逐 其实对于这些业务 本身的 我们明映 都会状况影响 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 可以使用一些 比如说 呃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Limited Range 或者我们使用这种 呃 Resource Quarter 然后这些配置 右侧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个 使用Limited Range 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 Limited Range 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在其中去限制 我们最大可以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CPU的资源 我们的这个 呃 连续的资源 然后呢 再创建这些 呃Pol的时候 去增加这种 Limited Request 这种配置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如果它超过了 我们一开始的这种限制 那么它就会 创建失败了 呃对于这种资源 没超慢的情况 除去这些以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 呃像我们去增加一些 Honation Control 然后相关的一些配置去 呃处理它 然后弄 其实除去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些问题以外 对于QS安全 其实我在 呃我在写这个PPT之前啊 呃我问了一下这个 呃这个意思 呃我问了一下这个意思 我说 呃QS安全 呃有呃哪些方面需要考虑 呃你不要给我 呃列出来详细的内容 你只要投诉 呃有多少个就可以了 呃然后呢 他就超使了 对 因为呃因为内容可能太多了 然后他实在是计算了出来 呃OK 那么其实我们来总结一下 对于这个QS安全而已 呃涉及的方面是非常非常多的 除去我今天聊到的 关于QS集群自身的这种配置上面的这些安全以外 呃像刚才第一位主持聊到的 就比如说在英文测上面可以去做一些安全的 然后还有我今天没有聊到的 比如说 镜像上面的SVON 然后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呃其实是 上层的测试这项第一位主持所调到的 上层的测试我们其实是需要和我们的便利性去进行一些模索 因为一旦你呃出现像我们今天所呃像他所调到这个安全作移的这种情况的 你会阻碍应用的上线 但是在很多的这种公司和你们和很多这种产品方面 大家图的不就是一个快吗 呃你出现你说因为安全导致不能应用不能长进不能发布 然后呃那其实呃很多的公司其实不能接受这个问题 所以在上层的这个策略其实你是需要去不停的去磨合 呃而底层的安全 就像我今天所讲的那个那种 你是可以直接去用的 好的呃非常感谢大家 好的非常的谢谢金陶老师 然后时间关系我们只有一个问题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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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进入茶几时间 然后是半点的时候 我们会到这个会场 谢谢大家 谢谢